看第三个单元 劳动合同的可备条款 那前面给大家谈到过 怎么劳动合同可备条款 最主要指的是三期 哪三期 试用期 服务期 还有保守商业秘密和进业限制期 主要是进业限制期 所以我们第三单元 就是围绕这三期来展开的 好 首先来看的是试用期 非常重要的考点 那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试用期是一个可备条款 可以约定可以不约定 讲过了 第二个 试用期是想约定多长就约定多长吗 包括我们前面做过一个题 说这个用工置起 满一年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那个选项说 事为全部都是试用期 可能吗 不可能的 试用期有法定的最长期限 来 这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在把握的时候 其实我本人喜欢把它画成手图 按时间段结合口诀来把握 怎么画手图呢 来咱们来学画 我觉得还蛮好的 首先第一个分界点是三个月 第二个是一年 第三个是三年 第一件事情 你记住 分界线都是累入下一区间的 包括前面我们讲 待新年休假的时候说 一年十年往前寄 五天五天判休息 对不对 十年二十年我们都累入下一区间的 这是规律 所以正好等于三个月的劳动合同期限 应该在这个区段 正好等于一年的劳动合同期限 在这个区段 正好等于三年 在这个区段 能理解吗 累入下一区段 口诀来了 0126 当劳动合同期限 小于三个月的时候 不得约定试用期 当劳动合同期限 大于等于三个月 小于一年的时候 最多约定一个月的试用期 你可以约定20天 最多一个月 当劳动合同期限 大于等于一年 小于三年 最多约定两个月的试用期 你可以只约定一个月 最多两个月 当劳动合同期限 大于等于三年的时候 最多可以约定六个月的试用期 但是你可以约定三个月 两个月 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0126 是最多的试用期期限 好结合这个图 我们首先就可以把最基本的记住了 然后呢 前后稍微添一点点 添什么 不得约定试用期 除了劳动合同期限 小于三个月之外 我们还会谈到 非全职用工 没有试用期 还会谈到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不得约定试用期 六个月呢 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可以最多约定六个月的试用期 好 那这个手图就是我们这个表格的全部内容 好 那这个表是反复考的 大家去充分熟悉啊 你可以背表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背手图 好 然后紧接着 试用期是要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的 也就是说 我们说三年的劳动合同 首先 三年劳动合同 试用期最长可以多长 还是那有普一话就知道了 三个月一年 三年 0126 三年不正好在临界限吗 临界限累用下一区间呢 所以三年的劳动合同 可以有六个月最长的试用期 对不对 好 那我劳动合同定三年 约定四个月试用期 合法吗 合法 在六个月内就是合法 这四个月必须在这 你不能说我四个月在这 然后再来三年 啊不行啊 这三年是包括 你那四个月试用期 或者六个月试用期在那里的 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那你说我干脆这样约定 说我两个月试用期 句号 不说劳动合同多长 我整个劳动合同期限 两个月 这两个月都试用期 那我就认为 这两个月是劳动合同期限 那你劳动合同期限 小于三个月的情况下 是没有试用期的 好 这是第二个规定 第三个规定是 同一单位和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讲的是那种 从假公司跳到乙公司 又从假公司跳回 要从乙公司跳回 假公司的情况 那么 王某在假照 已经有一个月试用期了 然后试用期满 又干了三年 跳到乙公司 乙公司干了一段时间 又跳回假公司了 假公司能不能再跟他约定 一个月试用期啊 不能 同一单位 跟同一劳动者 只能有一次试用期 那么王某跳到乙公司 乙公司能不能要试用期 能啊 乙跟假物不是同一单位 所以我们讲的是 同一单位和同一劳动者 只能有一次试用期 法律责任 试用期 我们是以你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照你履行的 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 向劳动者支付这个赔偿金 就是 如果你试用期过长的话 总领改正 然后已经都已经 12个月试用期都已经履行完了 那么超过部分 我们是按照 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去加付赔偿金 正常工资发放 还得再加付赔偿金 但是值就超过部分加付 好 不说说 看题目吧 假公司与他的职工 就试用期的下约定 符合规定的 哇那画图呗 图一画很清楚嘛 嗯 三个月 一年 三年 零 一 二 六 劳动合同期限四年 约定六个月 没问题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 约定一个月 没问题 看图啊 劳动合同期限两年 约定三个月 两年不在这儿 最多两个月 约定三个月 不符合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五个月 约定十天 那可以啊 约定一个月内的时间都可以 所以照我们符合规定的是ABB 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介绍这首图 就做题的话 像这种题其实很常见的 你把图一画 一个选项 一个选项 对着看 就结束了 注意0126是最长期限 别糊涂就行 好 可以约定是用期的 那相当于是 把不能约定的排除掉 不能约定不是三种 不满三个月的 完成工作任务为期限的 非全日制的 所以应该是 可以约定选择A选下 劳动合同只约定 适用期 没有约定 劳动合同期限 那应该是 适用期期限 就是劳动合同期限 不导致劳动合同无效 劳动合同无效 只限于三种情形吗 欺诈 胁迫 创容之威 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表示 签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 排除自己的责任 排除自己的 免除自己的责任 排除对方的主要权利 还有就是 违反法律行政法 会有强行规定 就这三个 导致合同无效 其他不导致 好 这是适用期的长度问题 紧接着是适用期工资 这个地方 其实不难 但是就是 法律的这个文字性的规定 看起来很难 所以呢 这个点直接看提示 对于适用期工资 我们分两种情况 做题的话 先看清楚 题目有没有说 转正工资是多少 如果题目明确告诉你 适用期满月工资是多少的话 那你就是拿 转正工资的80% 和最低工资标准 两者的孰高数 来作为适用期的最低数 就是适用期工资的下限 是你转正工资的80% 和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孰高数 适用期也得 吃得起馒头吗 适用期也得维持 基本生活标准了 所以是转正工资的80% 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孰高数 作为适用期工资的下限 然后紧接着 如果没有明确约定工资的 那我们会拿相同岗位 最低工资的80% 和馒头钱去比较 说接受了这名员工 但没有给他约定 转正工资 那他起码能拿到本单位 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吗 那是他 他的最低线 乘80% 跟馒头钱两者孰高 作为适用期的下限 所以就等于是 有转正工资 转正工资80% 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孰高做下限 每转正工资是相同岗位 最低档工资的80% 和最低工资标准孰高 做下限 但一般就是靠 有转正工资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一下 李某和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约定转正工资是6000 适用期满月工资就叫转正工资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是2600 那我们既要保证他能吃得起馒头 而且要保证他能维持 基本的生活标准 所以就是2600和684 480高 适用期起码给他4800的工资 所以下限是选择先选下 好 那这个题里头还给了一个 什么月平均工资之类的 这纯粹是干扰项 好 这是我们谈适用期工资 怎么计算的问题 那么类似的题目很多 只是一个套路我就不给大家重复在这里讲了 好 那接下去 第二期服务期 适用期考的比服务期多 所以服务期你看我这画了两颗星 首先都是可备条款 但是服务期的约定 要求单位对于员工提供了专业技术培训 才可以约定服务期 并不是说我给你提供一个户口 然后你就必须在我这待过五年 不 我们的服务期是为单位对员工进行了专业技术培训 然后才能跟员工约定服务期 那么服务期当中是不会影响工资调整的 我给你提供了这个专业技术培训 你变成更牛的人了 该怎么涨工资怎么涨工资 不会因为服务期的存在影响工资的这个调整 然后呢 服务期如果跟劳动合同期限没有同时届满 怎么办 比如我的劳动合同期还剩三年 可是单位培训了我一下 跟我签了五年的服务期 那到时候三年劳动合同期满 直接延长到五年服务期届满就可以 除非有特殊约定 好 接下去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要支付违约金 来我们先转一个大方向 给违约金是因为劳动者违反约定了才给违约金 劳动者要遵守的话 那正常的领工资不用给单位什么违约金之类的 单位得给他发工资 工资还正常涨 违反才谈违约金 那么违反是什么意思 走了就叫违反吗 说我培训你 让你在我这待个五年 结果你三年就走了 这就叫违反吗 那不对 那还得是看是谁的错 所以大家来看 这个表格 如果用人单位让劳动者走 嗯 劳动者没有违反 那不一定 本来培训让你在我这待五年 现在刚到三年 单位主动把我叫走了 那我不用给违约金 不一定 要看劳动者有没有折腾 如果劳动者折腾到单位没办法 三年就让他走了 其实劳动者是要给违约金的 那所谓的劳动者折腾 指的是劳动者 违章失职又兼职 欺邪称威又犯罪 这叫折腾 患病虚待两不能胜任 应金陪获得 那不叫折腾啊 那是很可怜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本来是应该待个五年 三年我就不想待了 我就太折腾了 违章失职又兼职 欺邪称威又犯罪 单位实在忍不住了 让你走 你得给个月金 但如果我乖乖搁这待着 单位用不着我了 三年就让我走 那我是不给违约金的 无法定过错情形 不需支付违约金 好 这单位把我交走 那如果劳动者 待到三年的时候就想走呢 那为什么想走啊 如果是单位太不像话了 不给劳动保附 不给发工资 不给交保险 各种违法 这个不用背的呀 这个一看就知道的 单位没交保险 没给报酬 一看不知道它违法 免除自己责任 排除劳动者主要权 一看就知道违法 单位太不像话 我到第三个年头 待不住了 走了 不用给违约金 但如果单位没什么毛病 你第三年就要走 纯属违约 必须支付违约金 好 那其实这个表格你看着文字长 并不难背 或者说不难掌握 劳动者违反约定 这个违反约定 你不能光说 走了就叫违反约定 要看单位让走 那如果劳动者有过错 单位让走 那必须支付违约金 劳动者不存在过错 单位让走 不支付违约金 那这个劳动者过错 是那两句口诀 违章失职又兼职 欺血称威又犯罪 好 如果是劳动者 自个主动要走的 那要看单位有没有过错 单位如果各种不支付 我走了不给违约金的 如果是单位非常老实 没有任何过错 提前走了 要给违约金 所以这个违反服务期的约定 不是说五年没到 提前走了就是违反 还要看谁提出的 并且有没有过错 能理解吧 那如果属于我们刚才表格里 需要支付违约金的情况了 那么支付 支付多少呢 是五楼 当初约定的时候 是靠培训费来衡量的 你给我提供了十万的培训费 那我最多就是把培训费赔给你 所以约定的时候 违约金是五楼不能超过 用人单位提供的 培训费的金额 但用人单位得拿发票来证明 但支付的时候呢 应该就没有当初约定那么多了 你想 咱们你培训了我二十万 说给你干五年就行 我都干了三年了 那应该是支付 五分之二的违约金就行了 所以是二十万的约定金额 乘以五分之二 有个分摊的问题 服务期尚未借满的部分 也就违约的部分 占全部年限的比例 好 接下来我们借助这个案例来消化一下 说王某和假公司定立劳动合同 期限是三年 约定的服务期是五年 那么劳动合同期限借满的时候 服务期还没借满 那怎么办 很简单呢 再延长两年 跟服务期同时借满就可以了 除非有特殊约定 否则自动远过去就行了 紧接着 他们约定 如果王某违反约定 要给五万的违约金 这是约定的时候 那约定五万合不合法呀 关键看 有合法凭证支持的培训费是多少 那么这个案例后面谈到 说假公司给王某提供培训 有凭证证明的培训费是三万 那说明 这个五万的违约金约定高了 最多是给多少培训费 约定多少违约金 这个培训费 用合法凭证来证明 的培训费是我们违约金的上限 好 那紧接着 咱们五年的服务期 王某是履行了多少年走了呀 你比如说 履行了两年要走 那是不是剩三年 违约了三年对不对 所以就是 三是我们合法的违约金约定数额 乘以五分之三 那就是违约的比例来支付违约金 所以按一下计算器 这个应该支付的违约金金融就出来了 约定的时候 是不能超过有凭证支持的培训费 支付的时候 要按照违约比例来进行分摊 好 那关于服务期违约金的支付问题 我们就给大家解释完毕了 那接下来看一下这道例题 假公司为员工李某支付培训费是六万 那说明违约金最多可以要求六万 对吧 约定六万 这是没有问题的 让他约定三年的服务期 两年后 李某你没有提供劳动保护为由 要求解除劳动合同 两年就要求解除一定要给违约金吗 不 劳动者提出要走人 单位有过错不给违约金 单位没过错给违约金 现在是没有提供劳动保护 单位有过错不给违约金 所以是根本就无需支付违约金 这个提示选择递选项的 但如果他需要给违约金的话 给多少 那应该是六万乘以三分之一 约定的时候是六万 但违约的时候 违约只有最后一年没有履行吗 所以是要按比例分摊 如果真给也不是给六万 是六万乘以三分之一两万 好 那这是这个题目 紧接着 张某受甲公司委派出国参加技术培训 公司为此支付了培训费是15万 那么我们可以约定最高15万的违约金 培训前双方签订协议 约定五年内不得辞职 那么这五年就是服务期 否则要支付违约金15万合法 约定15万是合法的 然后连续工作 过满两年的时候就此时 没有理由 单位没有过错 是劳动者自己想走到 所以他违约了要支付违约金 是五分之三的违约比例 所以15乘以五分之三 应该是9万的违约金吧 选择C选项 好 紧接着 假公司将还有四年 劳动合同期限的员工吴某 派出去参加六个月的 专业技术培训 给了20万的培训费 那么违约金最高 可以约定20万 签了协议 约定要服务五年 否则支付违约金 三年的时候 因为个人原因就要走 那说明违约了五分之二 对不对 因为个人原因不是单位原因 要支付违约金 那应该是20万乘以五分之二的 一个实际支付金额 8万 好我们看 A选项说 服务器限制了自主职业 择业权是无效的 没有啊 服务器是一种合法约定 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就可以 B 双方不得约定违约金 没有可以 可以约定 只是不能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 C 假公司有权要求 吴某支付违约金 对的 但是不是支付20万 是20万乘以 剩余年限的比例 第五年超过了合同 剩余期限无效 不会 劳动合同欠借 满服务器没借满 自动延续就可以 所以这个题目我们选择的是C选项 正确的是C选项 好 这是关于服务器 那我们三期 试用期 服务期 还有 经验限制期 经验限制期跟服务期在考试当中的地位差不多 那我们首先是适用的范围 并不是单位所有人都受经验限制规定限制的 您得够高级 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 或者富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才可以约定经验限制 所以如果我们有题目谈到说 跟单位的保安 保安人员约定经验限制 除非有证据证明 这个保安富有保密义务 否则这种约定是不合法的 一定是跟高管高级和富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来约定 那么经验限制的范围 你不能去哪些 就是我们的哪些业务的同类的公司 包括地域 国内国外 还是省内省万 期限都是去约定的 但是期限的话 法律有一个上限 说从事同类产品 同类业务的经验限制期 最长是两年 所以同类经验限制 最长是两年 这是法定的最高期限 具体的范围 业务范围和地域 我们没有法定的 起码考课范围内 是没有法定的限制的 但期限有 同类是不能超过两年 好 那紧接着 经验限制的补偿金 补偿金是什么情况下 会要补偿金 我们老老实实 经验限制了 那他单位给我补偿金 说了 我从这走了 不能去同类业务的单位 那我就老老实实的 没有去同类业务的单位 那原单位得给我补偿金 如果我没添化 我没到期限 我就靠竞争对手那去了 那应该是我向单位支付违约金 所以这两笔钱 大家区分 劳动者遵守经验限制约定 是单位给劳动者补偿金 劳动者违反经验限制约定 劳动者向单位支付违约金 从方向到支付情形 都是相反的 好 那我们经验限制补偿金 要求在经验限制期内按月支付 说你履行完 一笔来领 不按月支付 第二 如果是约定了经验限制和经济补偿 解除劳动合同 除另有约定外 用人单位要求履行 或者劳动者履行了 来要求经济补偿 人民法院都是予以支持的 就是当初说好了 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 没有再说了 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 没有明确说我要继续 或者这个经验限制协议 是继续有效的 没有再说 可是单位就可以要求 劳动者履行了就可以要补偿 就认可事先的约定的意思 这句话 好 第三 约定了见限制 没有约定经济补偿 劳动者履行了之后 要求用人单位 按照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前12个月 平均工资的30% 来支付经济补偿的 法院是支持的 但是这30%只低于最低工资 应该是按最低工资支付 起码够吃馒头 这笔经济补偿 好 那这个地方有个小解释 因为去年同学们问的比较多 说这个给经济补偿金 是不是一定不能低于前12个月 平均工资的30%和最低工资的数高数 我们讲这个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 各地的处理也不一样 按照这个规定的原文来讲就是 你按怎么约定怎么约定 但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是按照前12个月工资的30% 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数高数 来做一下限支付的 仅限于没有约定 他不是说约定 你约定不得低于这个数 不是 但是各地确实处理不太一样 所以呢大家就不用纠结了 考试出题老师会回避的 你不用把这个纳入考试 考虑因素 你只要知道没有约定 起码给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 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数高数就OK了 其他的不用管 这个约定是否过低的问题不用管 好 这是补偿金 那如果劳动者违反约定 要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遵守是补偿金 违反是违约金 好 那支付完违约金之后 就可以气气派派的去竞争对手工作了吗 没有 老师给我猫着 支付了违约金 单位仍然可以要求继续经验限制 好 禁止单位对劳动合同服务期和经验限制之外的事项 约定违约金 也就是只有两种违约金是合法的 服务期和经验限制 像我们北京有很多单位可能会谈到说 给你户口 所以你就要 你要提前走的话的给我违约金 违法违约金 只有服务期违约金和经验限制违约金 是合法违约金 其他劳动合同上约定违约金 都是违法的 好 那么经验限制协议的解除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谈到 用人单位的原因 三个月没有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就可以要求解除了 首先 当初说好的要经验限制 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 是不用重复说的 劳动者就应该经验限制了 劳动者乖乖在家猫了三个月 一直等不到补偿 为什么 如果是因为你账户没开 那不能解除 如果是单位原因 一直不给 够三个月了 我劳动者就可以主张解除 我去竞争对手了 所以等补偿 等三月 等不来 是单位原因造成的 咱们该去竞争对手 去竞争对手 别再杀懂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当初订经验限制协议的时候 是觉得 哎呀 你手上的技术对竞争对手有用 但是我们技术是 日新月异的 如果单位觉得你手上的技术没用了 你去竞争对手对我没有威胁了 那么单位是可以主动的解除 竞争限制协议的 那你要求人家竞争限制 你也要补偿 我不想给补偿 他手 他脑袋里头那点东西 对我没用 对竞争对手 对我也够不成威胁 我可以直接解除 但是解除 起码要给三个月的竞争限制 经济补偿 劳动者解除 是因单位原因 三个月收不到钱 就可以主张解除 单位解除是不问原因的 只要单位认为 我不需要他竞争限制 单位就可以主张解除 但是白给三个月补偿 好 所以这里有两个三个月 对不对 三个月没付钱 还是白给三个月补偿 好 经验限制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根据规定 下列关于经验限制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人员限于高管高纪 其他富有保密义务的人 对到 B 同业的经验限制期限 是不得超过两年 对到 经验限制期内 单位要给经济补偿 对到 按月给 补偿金 D 违反的话 要支付违约金 对的呀 所以ABCD全选 好 再来 人民法院 使用经验限制条款 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时候 应该支持的有 A 在经验限制期限内 用人单位解除协议 用人单位解除协议是不问理由的 只需要白给三个月补偿就行 哎 那对的 我可以要三个月补偿 B 劳动者违反协定 支付了违约金之后 还得继续冒着 是正确的 C 劳动合同解除之后 履行经验限制义务的劳动者 按照约定 要求支付经济补偿 这是OK的 但是 单位原因三个月没支付 你就可以要求解除了 不用继续猫了 所以ABCD全选 好 再来 根据规定 关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对经验限制约定的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单位按照约定 在限制期内 按月给经济补偿 这是对的 不能限制期满于支付 B 违反约定 要支付违约金 对的 然后支付完 你还得继续纪念限制 C 同业纪念限制不得超过两年 对的 D 限于高管高纪和其他保密有的人 对的 又是ABCD全选 好 这个是关于纪念限制 紧接着呢 是对违约金 我们做了一个考察 是下列违约金 合法的 那我们说只有两种违约金 是合法的 服务期违约金 和经验限制违约金 其他都是非法的 所以只有先选项是可选的 两种违约金合法 这件事情 咱们也是反复考察的 要关注 好 那服务期和纪念限制 我们有很多规定 长得比较像 所以最后呢 给大家列了一个表 希望大家关注 服务期是因为提供技术培训 所以约定服务期 纪念限制是高管高纪付有保密义务 然后紧接着 在服务期内 劳动合同期限界 直接延续就行 纪念限制 纪念限制是 你从我这个单位走了 不能去竞争对手 所以这劳动合同期限 和纪念限制期限 是一个 是没有交叉点的 劳动合同解除终止之后 纪念限制期才开始 而服务期和劳动合同期限 是有重合点的 这个要知道 然后最长的期限 服务期不管 十年二十年都可以 纪念限制 同类纪念限制 是两年的最长期限 如果劳动者 遵守服务期的约定 按规定支付工资 并且该涨工资 涨工资正常调整 劳动者遵守 纪念限制的约定 按月支付经济补偿 没有约定 起码支付 解除或终止前 12个月平均工资的 30%和最低工资标准的输高值 如果违反呢 违反 给违约金 但是呢 服务期 我们违约金是有上限的 不能超过培训费 而且要有合法 凭证来证明 纪念限制的违约金 我们没有上限 没有学到过 然后违约金 如果支付 纪念限制 这就是你没听话 就要支付违约金了 而且支付完之后 还得继续履行 纪念限制义务 服务期那里是 劳动者提出 单位没有过错 或单位提出 劳动者有过错 才支付违约金 这个条件有个大表 比较复杂 然后具体支付多少 是需要拿 还没有履行完的部分 来做一个分摊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服务期和纪念限制期 常考的几个点 给大家顺下来了 那理解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 服务期和劳动合同 它有重合到 这个期限 纪念限制是 劳动合同解除 终止之后 才谈纪念限制的问题 好 那三期 劳动合同 可被调款 这个单元 咱们如果是 服务期纪念限制的话 主要就是 刚刚聊过的 这个综数表 加上我们解除的 那两个三个月 用人单位原因 三个月没有支付 纪念限制补偿 就劳动者可以解除 用人单位是 任何时候都可以解除 白给三个月补偿 这是服务期 和纪念限制的 主要规定 试用期的话 上限 你让表格备也好 按我们手写图备也好 必须会 然后就是转正工资 80% 最低工资标准的 数高数 作为适用期 工资的下限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 然后适用期 要包括在 劳动合同期限内 同一单位 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 适用期 好 那么可被调款 这个单元 其实考点还是蛮集中的 要把它把握好 那紧接着 劳动合同的旅行 以及发生重大变故 也许会解除 或者终止的问题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块旅行和变更 主要是一个考点 简单了解了 其他的就围绕 解除了终止来展开 那么解除终止的情形 经济补偿金等支付 以及如果违法 解除或者终止 产生的法律后果 好 我们先来看的是 劳动合同的旅行 和变更 一星级考点 主要是有时候 有一些文字体 基本判断要知道 第一个是 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 管理人员 违法指挥 强力冒险作业的 这个不视为 违法劳动合同 这是保命的必须要求 然后劳动者 对危害生命安全 身体健康的劳动条件 是可以提出批评 检取和控告的 基本尝试吧 看一遍 第二个要关注一下 是我们单位名字换了 劳总换了 股东换了 跟我的劳动合同有关系吗 没有 不影响劳动合同的旅行 那单位要是发生合并分立 劳动合同受影响吗 劳动合同是继续有效的 只不过 原单位的那些权利义务 可能会有转移 你比如说 A单位和B单位 合并成C了 那么A跟劳动者的合同 B跟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会转移回C和劳动者之间去旅行 但是那个劳动合同会继续有效的 好 判断题我们看一下 这个合并分立 原合同就终止 没有继续有效 换个单位来旅行罢了 好 关于旅行和变更 下列表述 正确的有 A 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管理人员 强力冒险作业 这个是不叫违反合同的 对的呀 B 用人单位变更法定代表人 是不会影响劳动合同旅行的 对呀 劳总换了算什么 怎么该怎么旅行 怎么旅行 合并 原合同是继续有效的 只是可能旅行义务 单位不一样 加班时间 加班费可以随意制定 这不尝试吗 不说了 选择ABC 好 紧接着第四个是 关于劳动规章制度 我们合法有效的 劳动规章制度 是作为劳动合同的 组成部分的 对单位和劳动者 均有约束力 但关键是 什么样叫做 合法有效的呀 首先 在制定修改的时候 一定注意 那些涉及劳动者 切身利益的事项 要经过职工代表 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 提出方案意见 跟工会和职工 平等协商来确定 如果 没有这个照顾工会 和照顾职工意见的情况下 你要主张合法有效 会有问题哦 这是一个 另一个呢 你要讲合法有效 必须要进行公事 不管你是张贴公告 还是在员工手册 还是开会 会议精神的形式去公事 一定要公事出来 如果没有公事 对这名劳动者 他是不生效的 所以你说 我们单位的绩效制度 你没有公告出来 你也没有员工手册 你也没有会议传达 然后又没有直接跟我说 对我不生效 好 一定要公事 然后 如果内容上 违反法律法规 劳动行政部门 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造成损害 单位要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了解就行了 最主要是要经过公会 全体职工的一个协商制度 另外一个就是要公事 好 我们看一下 根据规定 关于用人单位 直接涉及劳动者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 下来哪个表示是正确的 纯文字题 违法造成损害 要赔偿 这个是对的 B 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 全体职工讨论 要平等协商 这个是对的 不适当 我们员工可以提出来 要求修改完善 对的 要公事或者直接向劳动者告知 否则对这个劳动者不生效 ABCD全选 这个是规章制度部分 劳动合同变更 定例也好 变更也好 我们都要求自愿行商一致 而且要求书面行事 但是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外规定 就如果我们变更没有采用书面行事 已经实际履行 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 超过一个月的 那我们认可这个变更 只要这个内容 变更的内容没问题就行了 好 变更原则上是要协商一致书面行事 但没有书面行事 只要你已经实际履行 超过一个月 那口头变更我们也是认可的 实际履行超过一个月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点我们涉及到的一个小题目 19年的3月份 韩某到甲公司工作 那么202年1月份 甲公司与韩某口头商地 将原来到月工资 从4500调整到了6000 就是涨工资了呗 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三个月了 虽然你口头涨工资 但已经实际履行了三个月了 这个涨工资就是有效的 实际履行超过一个月的 都是认可的口头啊 后来换老总了 新老总来了 说这个变更没有产 书面行事无效 想不认 不行 没有书面行事 你发了这么多月工资 有工资条 所以只要实际履行超过一个月 口头变更是有效的 所以哪个表述是正确的啊 A选项是我们反复强调 实际履行已经超过一个月 该变更是有效的 B 在实际履行三个月期间 有效 无效 不会啊 只要超过一个月 就会一直有效下去 认可口头变更 未采用书面形式 所以无效 不会啊 未超六个月 所以无效 不会 选择A选项 只要实际履行 超过一个月 这口头变更是认可的 继续有效下去就完 好 这是关于我们 劳动合同履行 变更 这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这块是 偶尔设计题目 那我们把它巩固清楚 可是接下来的内容 就不是偶尔设计题目了 是反复反复的在考察 瞪大两眼 劳动合同解除 终止经济补偿金 先看解除 解除 第一个要熟悉的是 劳动合同解除的类型 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导航一样 你先把这个类型熟悉起来 后面就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内容多 你是框架要不清楚 后面就是一页帐幕不见森林 直接扎进去了 然后觉得啊 好乱 咱不要 咱先把框架滴溜起来 劳动合同的解除 分两大类 一类叫做协商解除 一类叫法定解除 协商解除是双方协商一致去解除合同 就是咱和单位得都同意来解除 叫做协商解除 法定解除呢 是符合法定情形 我一方就可以派版解除掉了 不用你同意 单方解除的意思是不用你同意 你不同意我也要解除 这叫法定解除 那么有可能是劳动者这一方 享有法定解除权 有可能是用人单位这一方 享有法定解除权 那我们看清楚 劳动者这一方 我们有提前通知解除 就是提前跟单位说 但是单位不同意 那我也能走的情况 能理解这个词啊 这是法定解除 我提前足够长的时间 单位不同意 我也可以走 然后还有一种是 随时说一声就走了 叫随时通知解除 还有一种是 扭头就走 不用告知 那你想想 为什么扭头就走 不用告知啊 这里头有考点的 所以劳动者的法定解除权 有必须提前说的 随时说一声就走了 不用说直接走的 三种情况 紧接着 用人单位的法定解除权 它有随时叫劳动者走 随时开 还有无过失性辞退 无过失性辞退 也叫预告解除 这也会有一定的提前通知要求 还有一种是 用人单位自个活不下去了 经济性裁员 叫裁员解除 好 那随时通知 无过失性辞退 经济性裁员 这是用人单位的三大解除情形 好 那带着这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这是协商解除 协商就是要双方协商一致对不对 很简单 不管你单位先提出了 还是劳动者先提出了 双方表示同意了 这叫协商解除 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是否支付经济补偿金 劳动合同解除中止 单位用不用给这个劳动者一袋馒头钱 这袋馒头钱就叫做经济补偿金 那用不用给一袋馒头钱一笔经济补偿金 那看劳动者有没有过错 劳动者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劳动合同解除或中止通常都是要给经济补偿金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感知一下 你不要着急 先感知一下 你看我们俩同意了 谁提出谁有过错 所以如果单位提出解除 劳动者同意 单位是要给我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的 我没有任何问题 我干的挺好的 然后你告诉我能不能解除劳动合同 我一想既然不愿意用 我就同意了呗 这不就协商解除吗 那这种情况下单位得给我一笔经济补偿金 得给我一袋馒头钱送我走 那如果是我自己想走 单位你也没有任何毛病 我自己想走 我要跳槽 单位呢也同意了 那劳动者自己想跳槽 是不是劳动者对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有过错的 这时候你自个儿想跳槽 单位还给你馒头钱 那这单位也太好了 是不是 所以就不给经济补偿金 所以是协商解除的情况下 谁提出谁倒霉 用人单位提出的得给劳动者经济补偿金 劳动者主动提出的 那他的经济补偿金就没有了 是不是谁提出谁倒霉 好 接下来 法定解除 最主要还是考法并解除 先看劳动者的法定解除权 刚刚说有三种进行 提前说的 随时说的 不用说扭头就走着 先看提前说的 提前说的 是劳动者不想干的情况 那有没有这个 同学想起来说 劳动者不想干 那不刚刚说了吗 我想跳槽 不想在你这干 那行啊 单位同意了 那叫协商解除啊 要是单位不同意呢 单位不同意 你真不想干 也可以走 提前通知 在试用期的 提前三天就可以走 不在试用期的 提前三十天 书面通知 就可以走了 所以有些同学就是 因为刚刚走入社会 他会很害怕 说我跟单位签了三年的合同 那万一我要不想干了 我想跳槽 有更好的单位怎么办 发愁这事 其实不用发愁的 你三年的合同签了 签完 真的有更好的单位想走 第一个 你可以主动提出 单位同意你就走了 你别管人要经济补偿金就完了 第二个 单位要不同意 你看你再没在试用期 在试用期实际上提前三天 今天说 接着还得三天班 对吧 如果你不在试用期的 你就是提前三十天 打个辞职报告书面行事 然后你不能 今天交辞职报告 明天就走 今天交辞职报告 单位同意了 明天可以走 单位要不同意的 你得待够三十天 这叫你提前通知解除 好 那不管你是 试用期的没在试用期 现在是不是你自己不想干了 自己不想干 是不可以向单位要经济补偿金的 但是你必须履行提前通知义务 没有的话 今天交辞职报告 单位不让走 明天还走了 给单位造成损失 要对单位的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 所以三年期就三年期吧 万一单位同意 立马就能走 万一单位不同意 多待三天 多待三十天的问题 但一定注意 要提前够时间 该书面行事 要书面行事 否则有赔偿损失的责任 这叫提前通知解除 劳动者要走 还有随时说一声就走了 是这个单位太不像话了 没法干 我在这没法干呢 你看 你不给我提供劳动保护 你劳动报酬 工资不发 社保不给我交 规章制度各种违法 侵害我的权利 或者有其他的各种 单位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几个事情 我从来不要求大家背 你看一眼 基本是尝试问题 对不对 这种过错 单位不像话 我没法干 随时说一声走人 然后你再想一下 是我不想干吗 不是 是你逼得我没法干 劳动者对这种合同的解除 是没有过错的 所以单位是需要支付 经济补偿金的 再来 还有一种是 扭头就走 赶紧走 再不走 命就没了 叫没命干 发生什么情况 说用人单位 暴力威胁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强迫我劳动 那还不走 再不走就被人非法拘禁了呀 还通知啥 或者 违章指挥 强力冒险作业 前面他方给我冲 那赶紧扭头走吧 你再不走 你就没命了 所以这种叫做 不需事先告知 直接扭头就走 解除劳动合同 那我是没命干吗 我自己没有过错的 只要劳动者没有过错 劳动合同解除 用人单位是需要支付 经济补偿金的 好 那在这里 我们先不看题 我们自己总结一下 首先 站在劳动者这一方 如果这个劳动者 他不想干了 自己想走 那看单位是否同意 如果单位同意了 其实他不是法定解除 他是和单位协商一致解除 对不对 今天说单位同意了 明天就可以走了 这叫协商解除 但是劳动者主动提出的 他是不能要经济补偿金的 不能要那袋馒头钱 好 紧接着 如果劳动者不想干 而单位是不同意的 那劳动者只能考虑 提前通知的 法定解除 那提前多长时间呢 在适用期内 是三天的时间 不在适用期内是三十天 而且要书面形式提前通知 有经济补偿吗 没有 这劳动者自己不想干 没有经济补偿 好 然后劳动者 有可能是没法干 没法干 是什么情况 是 咱们劳 这个用人单位存在一般过错 什么不给劳动保护啊 不发工资 不交社保啊 一般过错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随时通知解除 随时说一声就走 而且是你单位有问题 我待不住了 所以单位你得给我经济补偿金 好 再来 如果是那种什么 暴力 强迫作业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甚至是强力冒险作业的 这种 严重过错 那劳动者是没命干的情况下 单位严重过错 劳动者没命干 这个是直接走人就行了 不需告知 而且单位 劳动者的走 没有过错 所以单位得给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所以前面讲的一大堆表格 你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文字 但合在一起就是这个手头 然后你要自己训练自己能识别出来 说什么叫一般过错 什么叫严重过错 直接危及生命的严重过错 一般的话 那就一般过错 会区分没命干和和和和没法干就可以 好 这是劳动者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来做做题 说根据规定 下列情形中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不需事先告知 扭头就走 再不走 命就没到 劳动保护没提供 这个不至于 危及人身安全的 没有劳动报酬 免除自己权利 这不至于 令马命就没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严重过错的B 好 那么ACD 它属于一般过错 随时通知解除了没法干的情况 好 紧接着 甲公司和吴某签订了三年期的劳动合同 合同履行一年的时候 吴某就因为自主创业提出了几处劳动合同 这是吴某自己不想干了 对不对 好 那自己不想干 我们看一下A选项 说吴某要支付违约金 这题是谈到了服务期还是经验限制期啊 没有 没有 那谈什么违约金 只有两种违约金是合法的 服务期经验限制期嘛 嗯 这里头只是三年的劳动合同期限嘛 好 吴某自己 自己想走 要单方解除的话 提前三天还是提前三天 咱们试用期最长是六个月 合同这都已经一年了 肯定不在试用期 所以要提前三天书面通知 然后假公司是不需支付经济补偿的 对的呀 因为是人家吴某自个儿不想干了呀 吴某对劳动合同解除有过错 所以这里头正确的 咱们要选择C和D两个选项 好 那这是劳动者的法律解除 看用人单位的法律解除 用人单位首先发现劳动者有过错 那随时通知解除 就这个劳动者不能用 劳动者什么过错呢 适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或者违章失职又兼职 欺邪称威又犯罪 这两句口诀 加上适用期被证明不符合条件 单位可以随时通知解除 那单位随时通知解除 是因为劳动者过错 所以单位不给经济补偿金的 那同学们要问 何老师不是还有患病虚带两不能胜任 应经赔获条吗 是的呀 如果是这两个情况 你不能说劳动者过错呀 劳动者不坏很可怜 所以是无过失性辞退 也就是前面的违章失职又兼职 欺邪生为又犯罪 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 那是真不能用 咱们患病两不能胜任赔获条 他是想用没法用 劳动者不叫过失 不叫过错 就他真的很可怜 这种情况下 咱们进行无过失性辞退 无过失性辞退 要么提前三天书面通知 要么白给一个月工资 才可以解除 除了我们说的患病两不能 和胜任赔获条之外 还有劳动合同定例时 依据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 无法继续履行 也是无过失性辞退的 那一定一定要么提前三天书面通知 要么白给一个月工资 二者符合其一 并且劳动者是没过错的 单位一定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走的时候得给带馒头 好 接下去 经济性裁员 经济性裁员是 这个单位没辙 玩不下去了 破产重整了 生产经营严重困难了 等等等等 那经济性裁员是单位没辙 劳动者有过错吗 没有 是吧 是你单位混不下去了 所以你单位得给劳动者馒头钱 其实我一路一再强调 不管单位有没有过错 只要劳动者没有过错 那单位就应该给一袋馒头 经济补偿金 好 那么在经济性裁员的时候 我们有一丢丢小考点 需要把握 特别程序 特别程序指的是说裁员之前 要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才可以裁减 那指的是人数20人以上或者比例在10%以上 20人或者比例达到10%要跟工会说要跟劳动行政部门打报告 嗯 紧接着在裁减人员的时候 优先留用 教禅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 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 需要有需要抚养的老人或未成年人的员工 另外呢 如果六个月内重新招工 要优先通知 要通知被裁减的人员 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 嗯 那经济性裁员要么不考 要考的话 我们的特别程序 我们的优先留用和优先招用的问题 就比较容易涉及到 好 那么用人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 首先第一个用人单位 如果提出来跟劳动者去协商一致 这个是属于协商解除 劳动者提出没有经济补偿金 现在是用人单位提出 跟劳动者协商一致的解除 那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这是第一 那么单位不用跟劳动者协商一致 劳动者不同意也能解除到 这叫法令解除 那我们刚刚讲 如果是劳动者有那个 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 违章失职 又兼职 欺邪称为又犯罪 这种过错情形的 那我们是随时通知解除 随时就可以叫走 不给经济补偿金 如果是涉及 患病虚带两不能 胜任应经赔获条 客观情况有变化的 这种叫无过失性辞退 无过失性辞退 要么提前三天通知 要么白给一个月工资 而且单位在这里是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因为劳动者无获错 然后是涉及经济性裁员 经济性裁员的情况下 单位需要给劳动者支付 这个经济补偿金的 但是裁员首先适用的情形 其次 要么二十人 要么白十有特别程序 再次有优先留用和优先招用的要求 两个要先要注意把握 所以单位的劳动合同解除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内容 大家可以把前面那表格给合并一下 清理一下思路 好看一下题目 根据规定 劳动者出现下来情形 用人单位可以随时通知劳动者解除的 这随时通知 说明是劳动者有过错 那我们看到犯罪 适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 这不失职吗 这不违章吗 所以就是ABCD选选了 随时通知解除是 劳动者出现那几个过错情形 劳动者不能胜任岗位 应该先陪或调 是的 只有陪和调不行了 我们才按程序解除 对的 要么提前三天通知 要么白给一月工资 够严谨打够处理 首先是胜任应金赔或调 其次 要么提前三天通知 要么白给一月工资 两个坑 他这两个坑都说严谨了 你再打勾 好 再来 经济性裁员 适用于 经转场变更劳动合同后 还需要裁员的 就实在是不行了 重整的 重大技术隔金变更后 还不行的 经营管理困难的 ABCD 这个不解释 把经营性裁员的 适用情形看熟就可以 好 紧接着 甲公司现有员工是150人 因为生产经营困难 需要裁员 那根据规定 裁减达到20人 或者达到10% 我们就要跟工会报告 要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对的 20人10% 那150到10% 是15 那15和20应该是15人是最低吧 所以可以不执行到最多人数是14人 到15就够10%了 要执行特别程序 对吧 但你才13也可以不打报告 但人家说的是最多数量嘛 所以是选择14 好 根据规定 用人单位经济性裁员 应该优先留用 较长期限 无固定期限 家里有需要抚养的老人 未成年人 但无其他就业人员 这个很好被ABCD解决 用人单位裁减人员后 6个月内重新招用 要通知同等条件下 优先留用被裁减人员 打钩 这是我们谈到的劳动合同到解除